嗨大家好,我是老武田,我是GT 我是老大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开箱 没错,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工业级的设备哦 超高级 没错 那在过去呢,我们其实开箱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消费级的介质产品 像是3D扫描设备 我们就开箱这个音scan edge 然后呢,还有3D电音机 或者是光固化电音机 那我们今天呢,QTS有借我们一台工业级的三维扫描设备 那它的名字叫做 Free Scan Combo 没错 那你知道为什么它叫Free Scan Combo吗? 为什么? Free Scan意思就是说它很轻巧 然后在扫描上它其实没有什么限制 这个Free只是没有限制的意思 不是便宜的意思,不是免费的意思 那Combo的意思是说它有两种光源 一种就是雷射光源 一种就是无光光源 那这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工业级扫描设备 或者是说消费级扫描设备 他们所使用的原理有什么不同 那以雷射干涉法来讲 它就打出有限的平行光 那透过平行的雷射光 它在照射到物体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一些偏折角度 那透过计算偏折量 去回推它的三维模型 这个东西叫做雷射干涉法 那由于雷射的光源是比较强的 所以它其实可以很清晰的去表达到 你要扫描的模型上面的一些细节 没错 那以一般消费级的产品 或者是说手机 比如说有些会看到AI运算 它会用到拍摄二维的照片 或运算 透过投影法的方法 就是透过它投影一个平面 或者是拍摄一个平面 去计算每一张照片的偏移量 去计算出这个三维物件 它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其实在原理上 其实根本上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那以工业上来讲追求的是精度跟速度的情况下 雷射干涉法的效果是更好的 但是以价格上来考量的话 当然是投影法是比较适合所有人的 那最后要提到的就是无光法 那无光法呢 最常见的就是iPhone上面会有一个Face ID 它用到的就是打出红外线 然后透过杜布的效应的方法 去知道一下这个物体的三维的轮廓 那这也是在短距离的情况下 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好 而且很便宜的方法 那介绍完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比较一下 不管是工业级还是消费级的3D扫描器呢 它的结果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以工业级来讲呢 其实它本身是不会扫描出来的东西 是不会带有纹理的 就是说他们其实并不在意 扫描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颜色 那这个东西呢 可能在一般来讲 就是消费级市场 或者是艺术市场会比较常见 所以我们工作室呢 就是有入手 它本身扫描的过程中 就可以产生纹理贴图的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边就有一些example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的话 那我们可以透过扫描人像的方法 然后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形状 完全都可以扫描出来 那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的这种概念 然后最后呢 再透过另一个方法 它直接列印出彩色的任务模型 那我们等一下做的比较呢 就是我们比较四点 就是工业级跟消费级它们本身的差别 那我们第一个比的就是它们的扫描精度 所以我们扫描完之后呢 会用电子档比较的方法去知道说 它们两个直接扫描的精度是怎么样 那第二个呢 就是会扫描 像这边可以常见的工程件 那扫描工程件呢 我们要知道它扫描出来的结果 譬如像这个它有一个很深的孔 然后它这个有对穿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细节它能不能扫描到 那其实一般的扫描 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去扫描这样的内容 因为这个很深的孔呢 它其实是非常难扫描的 然后再来是像这种平行正列的破碎的洞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难扫描的 那我们透过扫描这种东西的方法去解释一下 这个扫描器它的扫描能力 那我们还会去扫描一个常见的人物公仔 那它可能是动物 可能是恐龙 可能是人偶 那就是用常见的东西去替代说 如果我们今天想去扫描这种模型公仔的话 它的扫描的解析力是如何的 那再来就是复刻一个大型的产品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扫描一个大型的物件的话 它的扫描能力是如何的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比的东西就是它扫描的精度 不管是电子档 还是后续如果可以列印出来的话 那第一个我们要比较就是它的扫描时间 它的扫描时间到底是快还是慢 因为如果它今天的软硬体配合好的话 第一个是它的扫描时间很短 这是硬体的问题 再来就是它软体的配合 它也可以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去把它扫描完成 然后贴图封装 然后最后会出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它的CP值 那讲到这边我们当然没有提到说 工业级的扫描设备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先以这一台消费级产品为例 这一台我们当初在购买的时候 是大概在20万以内 但是以工业级来讲的话 大部分它的价格至少都要50万以上 所以这就是工业级跟消费级之间的差别 那我们来比较 最后大家来评价一下 我觉得CP值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开始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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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